热点时评 我担心哪天我的上网证被吊销了 作者 阿卡留斯·雨归 播讲 夏秋年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阿卡留斯·雨归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听说上网证要来了 这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荒唐 就好比我们去吃饭要拿个吃饭证一样 因为当今社会上网已经跟吃饭一样普遍 既是公民的天然权利 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上网要持证 那我觉得跟持证吃饭是没啥差别的 所以当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连忙去查阅了一下相关文件 是公安部与网信办联合颁发的 内容大致分两个部分 其中之一是网号 这是与自然人身份信息相对应的 一种网络身份符号 另一部分就是网证了 其具体文字表述为 是指承载网号及自然人 非明文身份信息的网络身份认证凭证 这里的关键词是凭证两字 也就是说你需要凭此证才能上网 过去我们上网凭的是心情 想上就上想下就下 但是有了这个网证之后就得凭证件了 至于这个网证的具体管理条例和是否可吊销性 目前还不得而知 这大概也是引发公众担忧的主要原因 要是我的网证被吊销了怎么办 是不是以后就上不了网了 或者会不会跟驾照一样出个扣分制 发表一次不当言论扣多少分 罚多少钞票 一年扣满多少分就得重新考证 从科目一到科目四 又或者 有没有可能以后上网要跟上网吧一样 按小时计费 当然 这些只是个人的小猜测 因为这东西想象的空间确实太大 按官方的说法 是为了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 这个出发点可能是好的 但是如果确实只为信息安全 我觉得单单网号就够了 替代身份证使用 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我也举双手赞成 但是 这个网证 跟隐私沾边吗 话说回来 当年网络实名制 也是打着保护网民信息安全的名号 可后来电信诈骗不还是愈演愈烈 然后 文件中又强调说是自怨原则 中国是自怨 大家还不了解吗 如果微信要搞个凭网证登录 你说我要不要自愿办理网证 文件中提到要在铁路 邮政 民政 卫生和健康等公共服务部门率先推广 我怕不自愿给自己办个网证 以后可能连动车票都买不了 我也不是要抬杠 现在文件还处于征求意见的阶段 我只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 发表个人的意见而已 而且 网大了说 这东西其实还挺伤民族自尊心的 如果让洋人知道中国人连上网都需要上网证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所以 这就又等于给境外势力递刀子了 让他们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 受人画饼了 因此 于国于民 我的意见都是极力反对 还有一点很关键 中国的政策和法规 在执行过程往往会出现滥用和变形的现象 疫情中层层加码就是最好的例证 可能网证的出发点 是针对像我这种持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人 但最后真正受害的 却往往会是那些遭遇不公对待的人 比如被大学教授性勒索的女学生 被县委书记潜规则的女同志 被领导压迫的小科员 或者孩子在学校突然跳楼的家长们 他们很可能会连个发声的渠道都被堵上 如果王贵源脱关系把王迪的网证给吊销了 那么这个女博士直接面临的后果 就是要么乖乖地献出自己的身体 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学位 而王贵源也将欲加有恃无恐 落到他手里的女学生 怕是都要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毛奇要是吊销了李佩霞父亲的网证 那么这老头再怎么异地上网 实名举报都将无济于事 没错 他或许可以借助别人的网证 但试问有多少人愿意冒这种风险 把自己的网证借给别人使用 最近还有个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马祥宇 因为不甘与上司同流合污 被打压迫害长达两年 现在也站出来实名举报 隶属单位领导的各种腐败行为 如果他的网证被吊销了 那么不仅马祥宇本人继续蒙受迫害 腐败行为也因为得不到揭发 而变本加厉 中国欺男罢女的事情太多了 这也让网络变得愈发特殊 它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正义众筹的平台 我觉得中国人是没资格岁月静好的 因为法治的沦丧 我们正陷入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 像女博士 清华毕业生 甚至是乡党委书记这种体谅的人 都可能被逼得不得不上网实名举报的下场 你把你女儿送进学校 可能被教授猥亵 把儿子送进体制 有可能被领导压迫 即便把子女培养成某个领域的一把手 她仍然未必是安全的 最近河北有个派出所所长 竟然也上网实名举报了 这个时代真的是一言难尽 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 我记得马祥宇在视频中提到的一点 令人印象深刻 她说腐败分子的手段之一 是把她列入烂尾楼业主的行列 进行跟踪拦截式维稳 这大概就是全国这么多烂尾楼 却显见有人发生的原因吧 也足见一些领导的能量之大 和官僚系统的胡作非为 如果在这样一个法治环境之下 网络的自由度再次下降 连众筹正义的平台都消失了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我其实已经不算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了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关心这个国家的前程 虽然几乎我每一篇文章都是持批评立场 可事实上 我也是最希望中国走上正途的人 晚清有个外交官叫郭松涛 是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 在英期间 他也无时无刻不在观察当时的日不落帝国 最终他得出了英国强大的秘诀之一 就是他们的法院天天在伸张正义 正义是一个国家性能良好的直观表现 一个欺男霸女的国家 怎么可能真正走向强大 这大概就是四亿人口的庞然大物 却输给几千英军的原因吧 晚清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梁启超 他对大清落后之争结 有句精妙的总结 大清国万事不长进 为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历历在目 趋害必立 重蹈覆辙 终将会是祸国殃民 全文完